为了控制或威慑世界媒体 中国当局先前只是对世界媒体记者进行零星的单个的驱逐 其中最主要的做法是不给某个记者记者证续期 让这个记者不能合法地在中国逗留进行新闻报道 近日来中国当局拒绝给纽约时报和财经新闻社彭博社 20多名记者的记者证续期 大有将这两家世界著名媒体一锅端踢出中国之势 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关注 并引来了世界媒体的大量报道和议论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几乎一致认为 纽约时报和彭博社之所以遭受如此厄运 无非是这两家新闻机构去年先后分别报道 中共领袖习近平的家人看似借助习近平的官运 获得将近三亿美元的财富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则看似借助温家宝的官运 获得将近三十亿美元的财富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就此发出报道说 习近平国家主席在今年十一月举行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进行若干重大改革 与此同时它也强化了对网络言论的审查监控 并强化了对外国媒体的调门 中国官方媒体奉命攻击普世价值观 其中包括西方媒体和互联网所传播的 表达自由 新闻自由和民主价值观 法国费加罗报的这一段报道可圈可点 读者难免要问在压制媒体监督 压制民主价值观 压制表达自由的情况下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究竟会在中国推行什么样的改革 中共的改革究竟会有利于谁呢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 更有趣的是美国纽约客杂志 发表记者欧一文的一篇博文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有趣的解答 纽约客杂志记者欧一文的博文说 中国当局眼下威胁要驱逐大批记者 这种做法扭转了当局 在五年前做出的一个决定 这就是向外国记者发出信号 展示中国越来越开放 我最近跟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进行了交谈 我问他中国当局 为什么要发出驱逐记者的威胁 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说 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简直就是要推翻中共政权 因此绝对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中国 纽约客记者欧一文的博文说 他这种说法让我大吃一惊 我本来以为他会给我一套含糊其词 不痛不痒的官养文章 但他赤裸裸说出来的居然是中共当局的恐惧 撇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恐惧不谈 来自世界其他媒体国家 其他国家的媒体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 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的问题 这就是在其他国家媒体报道新闻和媒体追求盈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并行不悖的 媒体从事新锐深刻的新闻报道 是媒体的本质 也是媒体的饭碗 是媒体赚钱的途径 然而在中国 新锐深刻的新闻报道 却可以让媒体和媒体记者陷入灭顶之灾 让媒体的盈利计划泡汤 面对在中国的这种 涉及媒体生死存亡的问题 世界媒体 美国媒体如何反应 如何取舍 如何抉择 美国纽约时报的媒体监督编辑 玛格丽特·沙利文的看法是 截至目前 纽约时报一直在持续追求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的记者 纽约时报的竞争者 也在不同程度上是这么做的 这种事情值得做 也是富有挑战性 而且不大可能变得更容易 显然至少截至目前 世界媒体还不准备向中共全面投降 还不准备像中国媒体一样 听从中宣部的指示或指挥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媒体 看中国